大家好,欢迎回来勤拉手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降A大调音间和弦爬音 那音间和弦爬音我们谈了很多 方法呢,也学会了很多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降A大调跟之前的有没有一样呢? 或者是说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起看看吧 降A大调它拥有四个降级 降细,降咪,降拉,降绊 这两个两个呢,在一起 所以呢,我不担心大家会弹错这个黑色键 反而呢,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这两个黑色键旁边的白色键应该弹哪一个 这些地方才是容易弹错的 那我们先看右手 这个是中央C 右手呢,从这个中央C第一点的这个降A开始 两个黑色键 所以用了2,3,然后我们去往后转 转的时候呢,要注意啊 不是弹这个C,而是弹这个D 我们大调的时候就是从D开始唱 Do,Re,是要弹黑色键的 Mi,是弹白色键的 然后到Fa,So,Fa,So是弹黑色键的 所以呢,我们在弹这个降A大调 如果一边弹,一边唱唱名的话呢 就是Do,Re,Fa,So要弹黑色键 那知道Do,Re,Fa,So要弹黑色键以后呢 我们要注意啊,什么时候转手指 那转手指呢,之前我们用的规律呢 都是通过这个两个黑色键和三个黑色键的 那这次也是一样,两个黑色键的时候呢 右手就弹到了三,往后转 转的时候要注意啊,是弹这个F,这个F 不是弹这个Mi 然后进入了三个黑色键以后呢 这个右手呢,要弹到四 再往后转 两个黑色键弹到三 再往后转 降A大调,只要弹到降A就行了 不用弹这个降B啊 然后就回来 两个黑色键 三 三个黑色键用四 这个是Do,我们从这里开始 Do,C,La,So,Fa 是要弹黑色了,两个黑色,三 Mi,Re,Do 最后这个呢,有点特别 所以呢,不要用四了,用三,二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看看左手 那左手呢,就比右手的第一个八度 从这个开始 那左手的规律呢,跟右手呢 就是相反的 那右手用三的时候呢 左手用四 右手用四的时候呢 左手用三 那一开始这个呢,除外啊 从三 Do,Re,弹到黑色 然后Mi,白色 刚刚右手,两个黑色的时候呢 是弹到三 所以左手用四 注意啊,这个二呢,不要过来弹这个Mi 弹这个F,F 三个黑色键的时候呢,右手用四 所以左手呢,反过来,用三 这个E也是注意啊 不要弹这个C 要弹这个Do 两个黑色键,用四 好吧,最后一个降音,用二就好了 然后下来 弹到四 转 三个黑色键,左手弹到三 转 两个黑色键,左手弹到四 转 好了,当我们两个手呢,分别练熟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两个手合在一起 转手指是怎么相反的 首先这两个弹成时间一起 那右手呢,这里是弹到了三 所以左手呢,要用这个四跨过来 注意啊,这个手弹这个F 右手弹到四 所以左手呢,三跨过来 转 转 右手是三 左手是四 最后一个 那你看左手呢,就刚好这个三四就搭在了这个黑色键 所以右手呢,用三 左手四 然后呢,右手是四 左手弹到三 转了 左手是四 嗯,没了 当然我们的练书以后应该把它连起来 好,接下来呢,我们弹反向 那反向大家需要注意 其实如果我们一个手来弹呢 它是非常的简单 往上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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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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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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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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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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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左手呢,就是先往下再往上 从这个开始 但是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总是顾点左手,顾点右手 那我们一起来从这个开始 然后呢,左手呢,先转 右手呢,弹黑色 稍微呢,一起弹,对吧 注意我们这个右手呢 三转了 然后呢,到右手一起转 刚刚右手已经转了三了 这回呢,到左手去转三 左手先转了,对吧 然后呢,右手转四 到左手转四 转 这个是一起是 一二三然后回来三 二一 这个呢,左手先转四 右手转三 注意这个 白色键的时候呢 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是夹着 这个是打开 这里很容易弹错 好,这个时候呢 这个左手弹完四 然后右手弹四 然后呢,一起弹三 你看这里也是 这个是夹在一起的 这个是分开的 这里需要注意 然后呢,两个黑色键 左手是四 右手是三 右手先跨过来 这个规律就不太明显 所以呢,建议大家呢 把他左右手分开练数了 再合起来 当然我们练书以后就可以合起来 好,接下来我们看和弦 那和弦呢 其实就是认住哪个是抖 哪个是弦,哪个是弦 然后一直往上翻八度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提醒大家呢 要注意中间的排色键 讲给大家 这个是倒 这个是弦 这个是弦 特别容易弹错呢 是中间这个手指 不要过来弹这个C 要弹这个多 一定要注意 然后呢,往后 把这个呢 跳高一个八度 这个对吧 这两个比较近 所以用了R 然后呢,这个再翻高一个八度 翻高八度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定是这个D 这个C 好了,然后就回来了 再下来 再下来 注意好这个白色键 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左手也是 高一个八度 注意这个白色键 再高一个八度 注意弹这个白色键 好,下来 反回去 第一个八度 再第一个八度 好了,当我们认清楚 那个白色键 这个C的位置以后呢 我们两个手能合在一起 就简单多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弹板 就是不熟悉的情况下 按住了 然后左手先往上 出掉右手了 再往上 千万不要弹错那个白色键 白色键很容易弹错 左手先上来 再上来 再上来 下来的时候呢 右手先下来 左手呢 就跟着他弹一样的 一样的琴键啊 不是一样的手指 再下来 再下来 当然大家练熟了以后呢 就不需要一个手先动 是两个手同时走 好了,我们看爬音 爬音还是一样 就是从这个开始 不要的那个注释和弦 Do Mi So 然后 Mi So Do 我知道大家呢 可能跟这个固定调呢 挂上了钩啊 每次说Do Mi So的时候 就想到这个去了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只需要认住这三个情间就行吧 高一颗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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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四个手指 四个手指 可能需要注意一下指法 这三个呢 然后再加一个 跟最底下这个八度的音啊 第一个呢 它是一二三五 Do Mi So Do 对吧 Do Mi So Do 第二个需要注意啊 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二四五 当然这样按的是比较难按的 但是它是分开的 然后再上来用回一二四五 因为这个用三的话呢 这两个手指就打开就有点困难了 所以 然后再往上一个 就比开始这个高了一个巴掌 然后下来 五三二一 再下来用四啊 四二 再下来还是四 最后一个用三 五三二一 反正就可以了 那左手呢 我们看看 一开始呢 本来这个呢跟这个也不远 但是你用四的话呢 好像这两个手指呢 打开呢有点困难 所以呢 这里用三呢 会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就上来用四 五四二一 再上来呢 它就用三了 再上来 然后就下去了 二三五 一 二三 五 六四 二 四 一 二 三 五 好 到两个手的排音呢 还是需要注意 白色剑 因为呢 这个弹法呢 跟降一大调的弹法呢 很像哈 降一大调的就是从这个 那这个降一大调的也是一样 只不过它开始的音呢 不太一样 然后注意这个白色情节啊 很容易弹错 大家都用二 然后呢 弹了一以后呢 右手二 左手四 啊 转过来一 然后再二 四 指法都是一样的 啊 啊 就是这个 琴键的位置不一样啊 可以套用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白色剑的位置 好了 降一大调我们就学完了 当我们弹的调黑色剑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的 反而是白色剑的位置 其实 练习它们的方法 基本上都差不多 但是我们需要区分开一些相似的调 要不然弹着弹着就跑到其他的调上面去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赶紧去练习吧 拜拜